一天一蘋果 醫生遠離我 燒蘋果怎麼那麼麻煩 Oh no 關於蘋果 我什麼都知道 蘋果皮其實擁有豐富的營養素 像是植化素還有青花素 我的建議是蘋果要連皮吃才最健康最營養 那一般會削蘋果是因為擔心蘋果上面所殘留的農藥 還有它本身有辣 但是其實辣有分成兩種 一種是蘋果本身形成的天然果辣 一種是人工食用辣 看到這裡觀眾朋友一定會想說 什麼果辣也有天然的 沒錯喔 水果它為了保護本身的水分 還有其果肉強度 就會自動形成果辣 除了蘋果以外呢 還有 檸檬 甘蔗 栗子 等多種水果 它都會自然分泌果辣唷 人工果辣的作用呢 是為了要 像是從國外進口來台灣的蘋果 它運送的過程都又長又久 如果沒有再上這一層辣的話 它的表皮就會變重 看起來就像是變老一樣 不只會邁向不好 而且還會使得水分流失 但是通常這種人工果辣 使用通常都非常小 對人體是無害的 那像這顆台灣本土生產的蘋果 它可以現採現吃 也不需要長時間保存 自然就不會上人工辣囉 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來分辨 人工食用辣 和天然果辣的差別啦 首先 你可以像我剛剛說的 從來源來分辨 像是台灣當季生產的水果 以正常情形來說 是不會再另外上一層辣的 但是如果像是 進口或是非當季生產的蘋果的話 為了保存和保鮮 就會塗上一層人工食用辣 再來呢 我們可以從外表來看 像是這一顆蘋果呢 它的表面看起來粗糙霧的 就是當季盛產的秋香蘋果 它會自動形成天然的果辣 就沒有另外再上另外一層辣囉 但是如果我們在坊間看到 有表面看起來很光滑的蘋果呢 它就非常有可能是 額外再使用食用辣的蘋果喔 但是別擔心 像這種食用辣的使用量通常也不大 那一層一蘋果的程度是 No problem的 關於蘋果 我什麼都知道 如果你還是擔心 它上面的果辣 但是呢 又想吃到它的表皮的營養 沒關係 專家這裡有三個方法 第一種方法是 是用鹽巴搓洗 首先用水沖洗蘋果後 手抓一些鹽巴 握住蘋果來回輕輕搓揉 再用水清洗即可喔 細小的鹽巴會將蘋果表面的髒污 和果辣給帶走超神奇的 第二種方法呢 是用醋水 我們可以用水和醋10比1的比例 調成醋水清洗 第三種方法呢 則是用溫熱水喔 觀眾朋友們一定沒想到 溫熱水也可以將蘋果表皮的髒污 和果辣清洗乾淨喔 是不是很方便呢 關於蘋果 我什麼都知道 買完蘋果呢 還有一個常見的問題 就是怎麼保存才能拉長 蘋果的保鮮期呢 蘋果呢 不一定要冰起來 但是放在常溫中容易變得較不脆口 所以我們還是建議 放到冰箱 為了避免水分流失 我們建議可以 用個塑膠袋把它包起來 再放到冷藏裡面 建議一個禮拜吃完內是最好的唷 如果你是一次購買大量的蘋果 記得要先把 有瑕疵的蘋果 還有 過熟的蘋果 先挑出來 避免這些有瑕疵的蘋果呢 跟好的蘋果放在一起 會產生 直變現象 挑出來的蘋果呢 可以先吃掉 像是先玩好的蘋果呢 就可以用 紙巾還有 塑膠袋先包起來 也可以在上面先搓一個豆 讓它透透氣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到冰箱的 冷藏蔬果室啦 另外呢 還有一個小重點 要來告訴大家喔 大家都知道 蘋果有 會提早老化唷 但神奇的是 可以和馬鈴薯放在一起 可以 是不是很神奇 你GET到了嗎 每年的8月到12月 是台灣本土高山蘋果的產季 各種好吃的蘋果 像是 酸甜適中的秋香 還有 酸爽脆口的金罐 清爽甜美的青龍 最後還有 甘甜仁仁愛的蜜蘋果 從主要產地 林山 撲壽山 大魚嶺 夏山來到民眾的手中 讓你吃到最本土的好滋味 而且偷偷跟你說 憑什麼專家其實也覺得 小米真的好麻煩 像我呢 就會在這段時間選擇吃 本土的蘋果 簡單清醒就可以聯合一起吃 方便又美味 本土蘋果最新鮮了 想知道更多關於水果的小知識 快訂閱台灣好農YouTube頻道 按讚臉書粉絲團 和你一同了解 台灣在地好食材